饮食男女的主角多,一个父亲加上三个女儿,每个都有自己的一段剧本,每段细节中野生的问题可以让人有思考的空间。 表面看似会让人睡着的老旧片子,但片中情节完全没有冷场。 就在观众心中以为下一步应该会是如何的时候,剧情走向,却又朝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情节发展,不断地丢出震撼蛋。 他让整部片就算不用依靠华丽的隐身效果,看完之后,也不会有枯燥之感。 彼安导演成功的地方在于,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细枝末结搬上大荧幕之后,却不会让人看起来频繁乏味。 只用幽默带点犀利的对话方式,搭配一些非常生活化的情节在一边拍调整,再将其动作语言放大一些,就能让观众惨了,能感同身手之余,还能管二一笑细细品味。 因为排除年代老旧的背景,片中所演的不就是身边中遭所发生的事情吗? 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部电影,就好像总也找不到一词一句来形容李安。 在《国人认识》里,很少有不知道大导演李安的《安雷》这个名字甚至在全世界都很有名。 李安的《大名小玉世界》,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过奥斯卡奖殊荣的华人导演。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,要李安第二次摘下奥斯卡的最佳导演。 而大部分人认识李安,也正是由于李安导演的那些奥斯卡获奖电影最佳爱语片《卧虎藏龙》,最佳导演影片《断背山》只是很多理。 《安的紫身影》也提起来,最喜欢的李安电影,还是她的父亲翻部曲《推手》,《喜燕和饮食男女推手》,是李安的厨女作《纯朴》,真实。 李安自己说,她给了我一个基调,让我永世不得翻身。 喜燕,她则拿了柏林影掌金小奖,李安从此飞升国际。 而《饮食男女》对于李安,相比于另外两部,无无深刻的拍摄印象,而无重量级的奖项撑腰。 刚上映的时候更是恶平如潮,恰当相比于前作也不尽如人意,结果,最终却成为父亲三部曲率最著名的一部,被人奉为经典之作。 李安自己说,我的电影里,最常被人提到的就是《饮食男女》和《冰封暴》,说是印象最深刻,有人喜欢《冰封暴》,我比较知道原因。 可是大家为什么喜欢《饮食男女》,我不是很清楚。 而提起《饮食男女》,又不得不与另外两部做比较。 李安讲,《推手》和《喜燕》是小辈让长辈失望,饮食男女,是长辈令奶辈失望。 这是影片编剧时就定下的路数,但怎么个失望,失望的滋味是什么? 是直到影片拍完,剪辑第二稿的时候,才骂骂有所起。 推手和喜燕讲父子关系,饮食男女,讲父女关系,相比于前者,父女关系,则是李安最不熟悉的。 李安说,父亲很少和自己的两个姐姐讲话,而自己也没有女儿,所以对于。 父女关系,自始至终都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。 拍饮食男女的时候,她承认就是摸索着拍,剪辑的时候特别困难。 李安说,拍的时候,有时我真的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,我知道那场戏好,但整个片子的味道是什么,以及她后来该有的那股劲道。 时隔多年,还有人来跟我说喜欢,这些我都是未曾料到。 李安说这部片子在全世界的回响很大,可是她不知道为什么,对于她来说,这始终是个谜。 也许,这个答案得交给在座的各位来回答了。 一无惊人的票房,二位曾拿到过什么重要奖箱的饮食男女,如今却被引迷奉为经典。 由此证明,无论是票房还是奖飞,都无法去定乱秘术的价值,电影有自己的语言,好电影就是好电影。 如果真要说什么标准,那就外有时间,只有能为岁月留下的电影,才有资格称一声好作品。 如果先生有幸能见到李安,我真的很想问清楚关于饮食男女中的所有疑惑。 不愧是李安导演,饮食男女所有的细节,都藏在电影里面。 每个角色的个性显著,很多没有说出口的都有画面强烈的暗示,用声音的过场来转场,每一个眼神都流露了情感。 导演把演员发挥在最好的状态,引导出那面没有说出来的情感,真都很厉害。 虽然饮食男女的意愿不比推手来得深长,然而,让我深深感到震撼的是,马上一起在北京的海市餐厅里,那狗肉火锅。 中国人真的无所不知。 看着看着,慢慢沉溺于老猪做菜时的熟练与自在。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,他走出后院,到棚子里挑选土鸡时,嘴角那么微笑和自信。 影片一开头,便进口电影片明映时,老父亲厨师忙着洗菜,切肉,炸物,前一秒看着鸡笼,下一秒机就成了锅中肉。 电影一开始爸爸对每个星期间,家庭日剧餐亲自下除了用心,从下午开始烧菜,每道菜都精致费工钱不含糊,这是他乐于去做的事情,更是他期待去做的事情。 从镜头带到他吃辣椒边接边笑,就可知道。 饮食男女,人质在于这姐搭发各自,便道出了整不片的精神。 这句话源自于礼记,人生天地间,未来一息一存天,生存的关键则依赖饮食,男女,前者是一几只生命得以存活,后者是天地生命得以延续。 讲白一点,人,要活着,不外顾就是吃更爱。 中国的饮食文化,着重色,香,味醉泉,所谓色,就是眼睛所看到食物料理后的摆排装饰,香则靠鼻子所秀息,而味当然是靠舌头与嘴巴来品尝了。 可是这食物呢,就像是电影台词所说,这菜都酸甜苦辣,一到嘴里,便是各肠滋味,说得极有着理。 李安把人之情感比喻成饮食烧菜,菜烧得再好吃,这滋味也要懂得品尝的人才能了解。 食物的真正能好滋味不在。 鱼舌头味泪,是在于人心,这是饮食男女所要表达的。 老父亲料理的画面中穿插着,接着是三个女儿的出场时间,大女儿家真教学的场景,一脸的默然。 二女儿家欠上班的场景,一脸的精明能干。 小女儿家宁上班和朋友的对话,一脸的青涩。 四个段落四个镜头,就交代完了整个影片的主要人物,和他们各自的性格和职业。 接着,当然就是重头戏饮食文化,在饭桌上的交流,往往是人们沟通联络感情的最佳场所,过年的团圆饭,节庆的半桌,朋友的聚餐,无一不是为了维系彼此交易而办。 这也是父亲要求三个女儿,每周日都要在家就会的原因。 可是饭桌上仅有了两、三句话,却因为父亲的权威和女儿们的小心翼翼,而无法进行下去。 二女儿品尝出菜的味道了有一正要出声,父亲脸色的变异,大字的眼神恶指,小女儿的噤声。 中国诗文化内涵丰富,远远流长,可以说看懂了中国人的餐桌,就读懂了中国人的气质。 李安将镜头对准了中国人的餐桌,同时更对准了餐桌之下暗流流动的情感。 简短的餐桌镜头,就已交代了整个影片的主要问题,和妇女两代人的代沟。 影片演的就是一个普通又特殊单行家庭的日常生活,每天老父亲早起跑步锻炼身体,之后叫醒女儿吃饭,该上班的上班,下班回来继续这一幕。 老猪在大饭店担任主厨一职,却是,终担心家中三个女儿。 大女儿走不出前一段感情的创伤,让人发愁嫁不了人。 二女儿忙于事业,和前男友为妻有幸没有爱的关系。 小女儿在家人的关系与爱护中被忽略,追求爱得起了朋友。 李安家三个女儿的婚恋,及其与家庭的关系叙事多头并进,中间穿插着邻居锦绒和他女儿的情节片段。 云以为不过就是亲戚的另一段短剧,但其实这一段和老父亲的婚事,才是整个叙事中暗藏的主线。 老父亲表面看似守旧,实际上却是家中最懂得追求真爱与幸福的人。 但因为代购,整个家的人各怀心事。 闪电结婚,投资失败,未婚先孕,事先取妻。 不仅令剧中人惊讶不已,更是观众人的平静的心情提起波拉。 家家都有一本蓝面的经,这期间有人怀孕,有人被抛弃,有人找到真爱,也有人死去。 直到有一天,一向最高俏,不露声色的三女儿宣布自己已经怀孕。 大姐宣布自己已和男友结婚后,还没等父亲和老二回过未来,就跳上男友的摩托车飞奔而去。 最想搬出去的二女儿,反而一个人留在旧居。 原来一个完整的家,给灶泡一样破碎了。 同时,猪家隔壁搬来了一位果造的寡妇,她终日赤缠着老猪,老猪周旋他们之间。 最终,极家破裂的大家庭在渡船剧。 最后在小女儿的率先出走,接连大女儿的随后离开,正在二女儿担忧着父亲的健康一击。 自身的诸多变化抑郁留下之时,老父亲映然决然地说出了自身的决策,还铁钉钉地拿出了她的体检报告已是决心。 看完这部片,被老父亲的震撼大轰炸之后,心情还停留在片中一样。 片尾画面回到从前那一样的饭桌,只有二女儿和父亲的两人餐桌上。 久失味觉的老父亲,尝到了二女儿汤的味道,感觉就像是隔在双方中间的那道鸿钩。 因着熟悉的味道而消弭了,并且还让女儿在生意外,就像想要让这爱的味道延续下去一样。 也意味着,父亲在经历那么久的煎熬之后,总算又能尝回自己人生的滋味了,让人看了心中不自觉的有股暖流通过。 这时再往前回想,才发现,其实整部片都在铺隔。 一开始老父亲接到的电话,第一次聚开老父亲的预言幼稚,之后景荣的出现,老父亲不辞心劳的,为邻居孩子送遍他,景荣那预言幼稚的答谢。 老父亲去了医院,让二女儿以为是身体有异样,但除了未学丧失之外,又看不多哪有问题,老父亲面对心中未来上母娘的恭敬态度。 这种种的线索都让观众在看得当下有所疑惑,却又让剧情带着走导致无法多想。 而这些都在最后一次的餐剧上才得到了答案。 在梁太太气到昏倒一阵闹哄哄的时候,画面带到老父亲和二女儿的眼神彼此交流,像是不用言语的告诉对方,什么都忽然开网了。 再回头想想,曾经疑惑了什么父亲? 在床边的七照是有三个女儿中的佳妾,向儿不用另外两个的。 我想除了父亲说的佳妾,性格最像母亲之外,也因为佳妾是最终最了解父亲的那一个女儿吧。 全篇的剧情用老猪一手操办的周日家宴,作为终极战,第一场家宴,展示了老猪和她的女儿们之间尴尬的紧张关系。 大女儿向上帝祈祷而忘记了父亲的操劳。 二女儿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之下功成名就,但却一心想离开这个家。 三女儿出生名出世家,但却是在两款餐店里打工。 而到了第二场家宴时,三女儿出胎案前,搬出了这个家。 第三场家宴时,大女儿突然宣布了自己结婚的消息。 到了第四场家宴,老猪公开了自己的黄昏恋。 在此片中,李安总是在诠释识色,性也这个主题。 食物是台面上的东西,性才是台面下的实质问题。 一个官府老人和三个女儿之间的情感生活,这三个女儿都没有结婚,甚至是作为老大的大姐还没有性经验。 反倒是老二性经验十足,最小的妹妹处于青春期,可是偷偿经过后第一个怀孕。 这次怀孕给大姐不小的刺激,在同校老师的一再追求下,大姐的心理产生了突变,并也尝试了性爱,怀孕离家。 最有意思的是三个姐妹想要尝试性爱和爱情的原因,竟是为了离开这个家。 家中的老二却和父亲冲突最大的一个,当时此片连续王慧玲和李安最初设计的三。 各姐妹个性太过平均,在母事看到这个情况后提出建议,王和林进行修改后,才有了现在二女儿。 二女儿个性最像她的母亲,她其实是第一个提出离开家的人。 可是宇认为,亲爱的房子被骗了,男友和别人结婚了,她再次回到了原点,回到了那个以前她最不喜欢的家。 其他两个姐妹,却因为怀孕离开了家,就连平时最为严肃的老父亲,竟然也出国和林家阿姨的女儿好上了,也离开了家。 人生就是这么有意思,无心插流流成音的事情,似乎每天都在发生着。 爱有很多种类,亲人之间的爱,朋友之间的爱,老熊在戏中的一句开词说道,其实,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,照样的隔一个过个的日子,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,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。 这句话仔细想想,和你同住的家人,每一天即使碰不上几次念,说不上几句话,当你回到家的时候,你会从心中流露出贴切的踏实感。 家人之间长期习惯所累积而成的规矩,不也是因为受到教育贝利,来进行软性约束,成为了中国伦理。 静静的回想,父母烧菜等儿女们上桌,上桌前可是花了少时间准备,想菜色,配料,烹调间煮蒸炸。 一直到菜烧好了,端上桌后,大家总是心开动,父母不是后来吃就是最后吃,背盘狼藉后,还要忙着收外洗碗。 这也固定电影里说的,就像烧菜一样,烧好了上桌子,就没闻口了。 父母始终享受着那种圆满的团聚,所以,烧菜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爱,对于家和对于儿女的爱。 爱是一种折磨,绝对是种折磨。 正如戏中从小女儿嘴里说出,真正的爱情,是跟一个真正关心你的人在一起,这个人可以让你表达内心的感受,在他身边你可以觉得自在的事情。 爱情,竭来夏里安要说的是男女,可以解读成爱情,也可以是欲望。 定义就如同烧菜一般,各自形素,古人说的十色性解,这个色字,是男花女爱也好,是要因趁饮食也好,人的心中总有欲来牵引思绪。 有谁敢能保证自己绝对不渴望爱情,不期待去保护人或是被保护,爱这样的行为,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精准定义与形容,因为它因人而异并且因力之一。 片中的三个女儿,内心对于爱情的追求与渴望,在镜头错位的捕捉下,你用心去感受边客发现,李安透过极为细腻的处理手把,来操作这三个人对于爱情中。 仅所反射出的表情与感触,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台词,都能在影片结束后有更深入的意会。 女儿们的相继离开,父亲心中不免不舍,纵使不舍人的割舍,毕竟这是女儿们所追求的人生。 戏中狼熊好友温伯伯所说的干烧甲鱼菜色,你想要的要不来,你想赶的也赶不走。 这前后呼应的暗喻,也是在结尾时候我才能。 理解,从几个智慧末节的画面,突然领悟女儿与父亲之间,不能连遇的感情发展。 结尾的震撼与张力,整个有给观众们意想不到的发展,别出心裁的掌握了电影的一种重要元素,正是人机结称上。 有饮食借鉴人生,方至大妙。 饮食男女成功的很大因素,在于结局的收尾。 有的片让人有没看完的感觉,草草收尾让人不知道在看什么。 有的片留太多伏笔,给人太多想象空间却反而相没有结局。 但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不会这样,他清楚完整的交代了整部片的主旨。 饮食男女,人之大于也电影中有句台词说道, 这菜的酸甜苦辣,一到嘴里,便是各肠滋味。 同样一道菜,吃到不同嘴里有不同的感受,就像人生一样,冷暖自知。 电影的镜头语言十分克制,甚至显得有些沉闷,但是其饮食和表现层次十分丰富。 饮食男女,人之大于,不想也难。 影片从中国的饮食文化出发,有饮食的五湖三将会流入海的一个味儿,到男女情感的多味儿,也未知葬事的味觉恢复到功德圆满,体现了李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违规的理解。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本片中表演最为出彩的,是李安的御庸男主狼熊。 他将一个沉闷的传统父亲的形象,刻画出了深刻的笔句。 无论是在餐桌上的欲言幼稚,还是叫女儿起床的雷厉风行,都表现了。 一个家长的威言与矛盾。 另一方面,狼熊在表现期的黄昏恋的感情上,也体现了一定的少年心,使该人物更加立体。 中国学家演员,因非他莫属了。 家真每天都若无其事地开启办公桌上的情书,他乃心期待,甚至为幻想制定了明确对象。 家宁下班后与朋友一心想要折磨的书生男死无忌惮地套进户,是少女引不住的恋目。 家宁工作中的强势,竟未向父亲证明,他挽固不化的家长专制。 然后,家真失去了幻想中的情人,欲真实存在过的情书。 家宁也隐藏不了体内被剥笑的癌肿。 家宁更像是个手握肥皂炮的孩童,找不到来路与归宿。 老猪则用一句轻描淡写的《我的味觉死了》,只中若惊地狱双关。 看着隐食男女,让我想到了小说中的魔幻写实手法。 在日常生活中,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多高潮迭起的小故事。 而那样看似花张狂唐的经过,却让观众在惊奇的反应过后, 有终的发现,这些都这么的贴近生活。 因此在观影的过程中,等于是经历了一种十分诡决的先例起伏,这是我喜爱这部片的地方。 此外令我十分惊喜的另一个点是,在台湾电影如此低迷的此刻, 回去看台湾导演李安宇是几年前,以台北为背景所拍的片子, 真有正分人心的效果。 十多年前的片,却完全没有声音而不成熟的感觉,果然,好偏最近得起时间考验的。 其实片头,一开始就埋下父亲有话想说的伏笔,只是观众容易淡忘。 这种在片头就下伏笔的技巧颇厉害,不留痕迹又衔接得如此恰到。 李安当之无愧,另外一家人都因为家庭而被压抑住恋爱的举动,想要对得起对方, 却又不知道对方也是一样的想法,所谓互相矛盾,像个圆圈。 而这主旨得到最后才揭晓,但片中却又吸引人,故事结构也相当的强。 对于当下的思想文化环境,这种碰击也是十分常见的。 对于我们这些电影爱好者,对于这种类与外的嗅觉,是否能抓住这个契机,形成一个新老创作的成前起后,这是我们每个影迷所期望的。 对于李安导演的作品,能做到如此敏感的境遇阐述,是值得我们大陆年轻级第一。